学生认真地在台上唱歌 台下观众也跟着音符旋律摇摆 一年一度的兰语音业盛会 23号再也有国小盛大举行 高内四所小学和兰语中学 以轻松的方式在歌声中相互交流 与其让孩子们用比赛的方式 不如让他们用展演的方式 去一起把学到的歌一起展演出来 抱持着轻松的心情唱出自己的歌 那整个活动也会变得比较欢乐 可以听到不同的学校唱的歌 过去四所学校采音乐比赛方式进行 因此会让师生们受被感压力之苦 台上学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可以看见脸上开心的演唱 除了耳熟能详的传统歌谣外 还可以听到其他族群的歌曲 甚至还有未曝光的 蓝椅垃圾车主题歌曲 《鸡嘎咪》 就是《鸡嘎梦》这个 我就想这个很容易做成很动态的歌曲 所以我就来学校把那个歌词 然后在钢琴前面就想出两种不同的版本 那后来这个版本比较受到欢迎 颜子玉老师请部落其佬作词 编曲曾有蓝语传统元素 达物主义的歌谣 没有名次之分 以轻松方式让小朋友尽情地唱歌 也让小朋友除了唱歌以外 也可以借此机会 与其他学校的学生建立情谊 有些新闻小马里在圣台东南语采访报导